我也要出差 要去上班了 这次出差没送成超能饮料怎么跟老板交代呀 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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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老爸你怎么跟老太太一样唠叨 还不是因为你把超能饮料偷偷喝光了 还不是因为老爸要丢下我一天的溜 你给我好好上学去 回来再教训你 有啥了不起 大不了我也出差 出差 出差 喝点超能饮料能大精巧怪 老爸会出差 我也会出差 老爸不要我 我也不要老爸了 小屁 早上好 小屁 你今天的造型真特别 因为我马上要去出差 那你不去上学了 出差比上学重要多了 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我说什么 来吧 刚出差 真有点不习惯 游乐园 我要到游乐园出差 出来 小朋友 你买票了没 进游乐园要买票的吗 那当然了 没问题 我有十个平台币 这么点钱怎么够 还是叫你爸爸来买 真麻烦 老爸原来还有点用处 出差真难 到哪都要钱 肚子都饿了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撒撒冰淇淋 微微害宝 妻子套餐只要十个平台币 冰淇淋 害爸爸 这下总三钱够了 老板 我要一份亲子套餐 你爸爸呢 我爸爸不在呀 怎么了 不行不行 今天出销要亲子同面前大折 一人买原价十五个平台币 一个人生活真麻烦 什么 你这是咋整的 给客户的酬能饮料怎么被你儿子给喝了 老板 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 不好意思 有电话 喂 喂 哪位 我现在正忙着呢 是小皮他爸妈 我是小皮的老师 老师好 小皮今天没来上学 听小美同学说他出差了 这是怎么回事 出差 还不行 因为老板要丢下我一个人了 糟了 儿子一定是李家出走了 我要去找儿子 天快灰了 先回家拿个手电头子出来找儿子 儿子 你回来吧 老板 老板陪你玩 再也不丢你一个人了 超人 超人 儿子 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外面没玩的没吃的 还没超人看 出差太无聊了 所以我就回家了 臭小子 老板 我下次不敢了 我不敢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老板陪你去游乐园给你买汉堡 老板今天又修到了 老板 我也是不知道